字幕作为 mostraros 字幕组 字幕组 各位同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李乐杏鑫 看到这个标题 我说真的 有人会问我说 是不是已经 这个今天最后的交易日 不是啊 明天才是 是最後一個交易日 我在昨天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其實我這禮拜所做的動作 絕對不是短線 而且呢我所買進的股票 是準備報股過年的 在講今天這個節目一開始之前 那今天大家知道利空一大堆嘛 就是什麼 輝達台積電利空一大堆 在講這個東西開始之前 先給大家看這一個訊息 我們回到我們的一個 回到我們的一個畫面 我給大家看這個訊息 投資朋友 昨天 對不對 這是昨天 我說真的 我這人真的很公益 我告訴我的會員 我已經講明了 我說台積電 等過完年後再來買 因為有一些利空我不能跟你講 我也在我的Lite 公開告訴各位觀眾 投資朋友 昨天的此時你去看 昨天的此時台積電 還漲了兩塊五 沒有錯嘛對不對 此時台積電多少 228塊 228.5元 沒有錯吧 請大家看一下今天台積電 228.5元跟222.5元差多少錢 大概差6塊以上 對不對 差不多差6塊啦 因為收盤229 我講說228.5 差不多差6塊 跟今天低點 225元呢 投資朋友 今天低點多少 今天低點是222元 差6塊半 就這樣子 不管6塊7塊都一樣 投資朋友 我都告訴你了 對不對 我說真的 我本來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把東西寫出來 後來我想要 對 台積電告我怎麼辦 但是我告訴大家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其實你從掛單當中可以看出一點端倪 為什麼有人在上面掛了幾千張下面只有幾百張要買呢 今天我有一個會員 大概等我回到辦公室的時候他等一下話來問了 他說官機師我昨天 一念之差100張台積電沒有出 我說我不是講名的嗎 我都講名了 當然這位會員還好他賺錢 他成本好像170 160吧 對不對 還是180我忘記了 他賺錢的 但是100張差多少錢 我沒有記錯吧 60萬 就這樣子啊 60萬我告訴你 有很多人一整年領不到60萬啊 給你看啊 我還告訴全國的觀眾朋友 全國有加入我的Light 8 我不把後泡的 對不對 你們都有看到了 好不好 你們都有看到了 投資朋友 我今天怎麼告訴我的會員 這是Light 8 這不用錢的 早上夢晚周被起訴 對不對 上陣目前大鐵1%以上 昨天我們已經暗示台積電的事情了 因為不是公開訊息 所以不能多說 我建議我的會員把長期投資的台積電出一出啊 等過年之後最早機會買回 那我今天稍微講一下新聞就好 因為我說原因新聞都寫了 對不對 另外我們談到什麼慶婆婆 那我沒叫會員買個資訊 從我講到現在 我只要漲了5塊 那沒什麼 好不好 今天12點15分 這個訊息 我跟大家講 就跟我現在寫的東西有關係 叫報告過年有關係 我相信有很多我的同業 利用快藥 到過年之前 趕快把先前操作的錯誤 拿板插呼呼 你看有多離譜 對不對 你看有多離譜 對不對 今天部分的同業找理由停損股票 也不是沒有道理啊 對不對 當你買在1月16最高點的康普 今天出至少少賠了 少賠一點 可能只要賠4塊而已嘛 對不對 當你買在64塊的宣得 今天開59 說真的都不是什麼壞事 你只是 賠了將近10%而已 先前宣得跌得更低啊 對不對 總比康友買在500砍在150 買58的會賺客砍在30元值得鼓勵吧 投資朋友 這種都是 付 一檔股票就輸超過五成 康友輸350元 對不對 這超過六成了吧 這超過七成耶 對不對 58的會賺客砍在30塊 這差不多五成 對不對 所以我也跟投資朋友講 其實我們上一次為什麼 棄案同名專案有這麼多的 人願意來跟我們一起並肩作戰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分析師 他的操作就像這個樣子 這不是單止一個分析師而已啊 我只舉一個例子 舉那一位康友買在500元的 舉那一位會賺客買5860元的 我舉這個例子而已 市場多得很啊 投資朋友 這檔股票掛牌的時候 多少人在那邊吹噓他有多好 只有我告訴你 對不對 我說等你們砍完我再來買 最近一堆人在問我 我說我時間還沒到 對不對 這檔股票剛掛牌的時候 多少人吹噓他有多好 一狗票啊 對不對 何董不是講嗎 最近買新上市股票 大家也死啊 何董都有講你們都沒在聽啊 對不對 你們就去買 最近只有一檔新股 真的友善叫新能高 這是我介紹的股票 對不對 4766的南保 投資朋友 這檔也沒有下來 這是我掛牌第一天買的股票 這不是我運氣好 是因為我了解 可是你們都不了解 你們都買這個嘛對不對 不要騙我了 好不好 4796 49 4967 對不對 你們都買這種嘛 這個年代還有人敢買低潤股 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個人真的非常的不看好南亞科 但他在漲啊 還好沒放空 就這樣子嘛 好不好 不多講什麼 好不好 回到我們今天跟你談的東西 我是朋友 老掉牙的東西 今天瑞育創新高 我都想為自己鼓掌 其實我們去年一整年下來講了多少次的瑞育 我講過了這公司 他不是只有老舊產品而已 他不是只在做Wi-Fi的晶片 他不是只在做什麼 做什麼PC上面的那些Wi-Fi晶片而已 不是耶 我說真的有些公司他每年精進自己 研發新的東西 但有些公司每年顧不自封嘛 投資朋友我講過這些公司我不多講什麼 每次只要講無線充電 就要漲訓 你訓解是在訓什麼訓解啊 我搞不懂啊 對不對 他永遠在做那些 但是我告訴你 我講過了嘛 當初我們談的5G車聯網 起雞 致意 宇智 中壘 對不對 然後呢我告訴大家要鎖定什麼 明年會大成長公司 我講的是什麼 叫瑞育啊 這已經是兩個月前的事情了 12月初跟你報告的 對不對當時你可能不相信啊 你說這新聞是11月26日的新聞 對啊沒有錯 這是11月跟你報告的 對不對 他加入什麼 Open Alliance 我今天早上 我今天早上在非凡的盤前 我又講了一次 那時候瑞育還在平盤以下 大家記不記得 非凡盤前沒有上傳 你沒有辦法去問 但是呢如果你有看到的 我是不是跟大家在談一次 Open Alliance Open Alliance 他有多少 他有16家的技術推廣者 Promoter 他有4家的是怎麼樣 推廣小組的半導體廠 瑞育之外 跟瑞育名字很相近的瑞薩 對不對 瑞薩 還有什麼 恩智浦 還有一家公司叫博通 我告訴你除了瑞育是很小的公司之外 其他這三家都很大家 博通很大吧 安華高啊 對不對 恩智浦很大吧 蘋果的NFC其實是恩智浦 恩智浦在出的 對不對 瑞薩 夠大了吧 最小的一家公司叫瑞育 他為什麼能擠在這四家 四強之列呢 一定有他的 怎麼樣 他的厲害之處 那其他都是做 汽車的什麼 BMW 戴姆勒 戴姆勒就是 戴姆勒克蘭 戴姆勒就是賓氏嘛 對不對 什麼這些小公司什麼 現代啦 什麼 什麼什麼其他什麼 Bosch Bosch做汽車零組件的嘛 對不對 什麼這個 Volvo嘛 富豪汽車嘛 吉利汽車都一樣嘛 對不對 然後這我們提到的 這Block arm 還不知道什麼 通用汽車嘛 Jaga Land Rover 中國叫陸 陸虎 陸虎汽車嘛 對不對 雷諾嘛 Toyota 豐田嘛 對不對 這個 這個馬牌輪胎那個馬牌啊 對馬牌啊 還有什麼 哈爾門這個不知道什麼鬼啦 對不對 NHP 什麼這個還不知道什麼 瑞薩啦 對不對 還有什麼 福斯 台灣叫福斯集團 中國叫大眾集團 投資朋友 他憑什麼能擠在這個裡面 這一家 這家所謂的 realtake 還真的就是台灣的益域 請大家看清楚 對不對 locate 怎麼在哪裡 新竹啊 新竹科學園區啊 他就在新竹科學園區啊 就是我們台灣的瑞育嘛 投資朋友 這也不過就是在上個禮拜 股市周報 我們再跟大家談了一次 這不是這樣談的啦 不是不是周報 不是這樣談的 對不對 老牌IC設計 切入新產品 瑞育 這兩個禮拜前的事情 去年收匯中國標案 營收連續新年創新高 今年PC通訊 新產品的渴望 續船長 取得TG晶片 這個TG晶片的成本優化之後 取得什麼樣 客戶專案 對不對 事實上還有下一頁就是 Open Alliance 我就懶得講了 好不好 Open Alliance 講了很多遍 這裡有寫啦 5G車聯網提高滲透率 Open Alliance 16家推廣者中 其中4家半導體廠之一 去年開始出貨給一個 歐系的一線車廠 同志朋友 然後跟你談這些嘛 不就這些嗎 瑞育 新唐跟聯誉 不過新唐我已經出了 我說真的 我這人非常 心胸寬大 50塊錢 對不對 瑞忠哥你要我就給你 好不好 開心就好 我賺了兩成 賺了 23% 24% 夠了 好不好 很多人年終獎金你去 像看看你買在500塊錢的 康有的你買在58塊錢的 會賺科 你去哪裡有年終獎金啦 我告訴你你連奶粉錢都沒有了 有夠可怕的我跟你講 這些人很多耶你不要懷疑 對不對所以我跟大家講過嘛 我最討厭什麼 看起來 像法人的人 什麼叫看起來像 看起來像啊 對不對好像保讀詩書 很會講話 結果做的事情都是狗屁倒召到極點了 我們不變批評 不多講什麼 好不好 都不多講什麼 給大家看 又跳到這邊來了 喔 這裡這裡我原本貼的都一樣 沒什麼好講的 對不對 這邊沒什麼好講的嘛 喔 反而聯詠我沒有貼喔 不過沒有發現那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 反正跟大家講聯詠 這沒什麼好講的 對不對 這剛剛跟大家講過的 回到我昨天跟你講的 這兩檔尾牙概念股 你今天連低點都沒有 一檔有漲一檔沒漲 是沒有錯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先前要抱怨我 會計師 你說那個聯詠 你說那個瑞玉要怎麼買 你說那個文貌要怎麼買 你說那個巨洋 同時我巨洋夠了吧 不是洋巨啊 巨洋你跟我說那個巨洋 你說的時候百七 我三十萬我五十萬在操作 百七我買兩檔 三十四萬 連第三檔沒多少人買 因為我五十萬在操作 三張要五十一萬 會員跟我說老師 你一直這樣講這些高價股 我都沒有辦法參與你知道嗎 觀眾也這樣認為 對不對 二三零八當初講的時候 一百零幾塊嘛 他說他們參與不到什麼 終於讓我找到低價股 終於讓我找到 二三零八我們找到走了 不要再問這個東西了 對不對 終於讓我找到低價股 而且呢 很有趣在這些低價股 他各自怎麼樣 各善勝場 我剛剛講過的嘛 對不對 有一檔股票 禁止率 其實兩個檔經濟比都很低啊 對不對 今年獲利會向上 其中有一檔股票 投資朋友 我覺得 去年漲台達電 為什麼 台達電收購 泰達電 我會非常建議 投資朋友去注意那些 公司在泰國的公司 這家公司叫泰鼎 是不是我講完之後 長成這樣子 在越南的豐翔 在越南的豐翔 這我都講過了 對不對 我都講過了嘛 這些不是就這樣子嗎 在越南的豐翔啊 對不對 東協發展的5871的中租嘛 這些股票 都是我跟妳講過的東西了 難得有這種 10塊附近的股票 你不要跟我說 老師我連買10張都沒辦法 那你根本不用操作了 好不好 對不對 我也跟他講過 萬一被我看對 漲個五成到一倍 這真的很有可能 台達電 有泰達電 這家公司 泰國也有公司 甚至他菲律賓的公司 也要掛牌了 哇塞 我今天Google一下他的新聞 我Google的 他說他陳潛了30年 對不對 這公司以前做什麼 你知道嗎 假算機啊 計算機起家的公司啊 對不對 股價 陳潛了這麼多年的時間 這裡萬一真的 就他所講 他說以前他東南亞的工廠 一天七八小時工作 現在24小時 而且他也去怎麼樣 他去打破 先前那些產業大佬講 說東南亞的員工比較難訓練 哇怎麼比較散嗎 他說沒有喔 他說東南亞的員工學情力很高啊 對不對 那另外一張股票 事實上我也講過了 大陸現在開了一堆什麼 垃圾廠 不對啦講錯了 對不對 面板廠啊 說這本社長 你還以為 要漲日友了 對不對 日友今天不知道怎麼走 我們看一下好了 日友今天跌啊 大陸沒有開一堆垃圾廠 那我開了一堆面板廠 結果面板的零組件 開始缺貨了 開始缺貨了 這還真的很有趣啊 誰在做面板零組件的 投資朋友 我當然知道 這公司很厲害喔 我是不敢去買啊 因為他已經 46塊 他已經多少 他已經八幾塊了 這公司今天拉尾盤 下午法說會 你去看他報告就好了 好不好 這些公司都貴 各位 我告訴你 有公司很便宜便宜的不得了 運氣不好的話 因為據我的了解 這家公司很可能有入資介入啊 到時候如果 被我 抓到的話 很可能是五成一倍喔 我們不知道 我們現在不知道 過去在做股權爭霸戰的時候 股價二三十塊 現在剩下十塊 十點幾耶 有夠離譜的 剩十點幾啊 而且有入資的影子 我只能講有入資的影子而已 我們講太明白 到時候被辦 今天大同不是說去 做什麼 基本上說什麼 龍鋒企業 任國龍 對不對 我手上又沒有一張 大同股票很麻煩 我不知道 反正我們都不曉得 反正 我跟他講 接下來可能會 紅的是什麼 面板零組件 中國去年 京東方的新廠開出來 我不知道是十點 我還是十一代 今年又一 狗票啊 什麼惠科啊 什麼 紅海的什麼徵程廠 全部開出來之後 這些東西會缺的不得了 張五成只是出估而已啊 萬一漲一倍 你不用感謝我 因為我跟你講了 甚至你也沒有買 所以你也不用感謝我 這樣你懂了吧 對不對 我剛剛講了嘛 同志朋友 關鍵零組件 因為對岸開出產能 大量 缺貨 我剛剛講新能高 你記不記得 對不對 我說 以前 你就覺得很神奇 怎麼會有人想要戴個像觸聽器的耳機 我現在流行的不得了 AirPods 對不對 我講過AirPods 關鍵零組件裡面 當然這些 這家公司 其中一家啦 6121 另外是什麼 對不對 做軸城的新智新其中一家 沒有錯 對不對 那相對影響到這種6558的一個新能高 雖然我叫你不要再追高了 但是當初從 我們講的時候 掛牌第三天第四天 到現在為止 同志朋友 這是少數 最近掛牌有讓會員 不知道說會員 會員沒有買這一道 會員買的是8038 不凡你說 會員買的是8038 我長線非常的看好這檔股票 在等加碼點 我覺得不追高 70幾塊給你們去追 對不對 給你們去追就好了 我覺得不去追高的 原先本來來加耳機 可能只需要一個鋰電池 現在兩個分離之後 難道用無線傳電嗎 Pen笑哥 就變成三個鋰電池 為什麼要三個鋰電池 這邊一個那邊一個 加上充電盒也要一個 那以前的藍牙耳機 就這樣一條 連起來而已 哪有什麼充電 充不充電盒 對不對 這都是因為題材性上來 所以同樣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 關鍵零組件缺貨 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不要多話 多多講什麼 因為利空還是可以跟大家講一講 會打去下調第四季的業務 場況預期 因為宏觀經濟惡化 就是 總理經濟面惡化 對不對 特別是中國遊戲晶片 充電池有批轉 以前中國遊戲晶片賣給誰 賣給人家挖礦 當然沒有錯 GPU挖 比特幣 沒效率 但是GPU挖什麼 挖以太幣 挖什麼 瑞波幣 那個很有效率的 對不對 但現在呢 我講過的嘛 挖就跪 挖 不必挖 又買 那麼快 其實我先前很早就跟大家講過了 在台灣很早就在玩幣的那些大佬 有一個人 我把名字講出來你一定知道是誰 對不對 所以我不能講名字 他很早就變現了 你知道嗎 現在他說比誰厲害啊 大家知道這蘋果的共同專判人 握什麼 握之尼克是不是 對不對 他在2萬元把比特幣變現 我告訴你他沒什麼 他買的其實不多 但是我所知道那一位台灣幣圈超級大佬級的人物 比特幣以太幣 你能聽到什麼幣 他早就變現光了 多厲害啊 變現給誰 變現給笨蛋創頭啊 笨蛋創頭竟然入他的股啊 對不對 公司全部串在一起沒有錯 不會賺錢嘛 就只能怎麼樣 每天 好像在打手槍講的一樣 對不對 區塊鏈區塊鏈區塊鏈 這邊打中手槍 休勤啦大家知道這個 要槍斃人家的手槍不要想太多了 對不對 反正死的都是那些什麼樣子 大陸的用法叫什麼 死的都是韭菜啊 不是他們 他們早就口袋賣客賣客了 對不對 已經保到不知道該裝到哪邊去 買房子 買車子 跟詐騙集團有什麼兩樣 最近不是破獲一個詐騙集團嗎 說什麼可以買什麼幣 IBB還是BI 還逼什麼幣的 說什麼幣多到多值錢 結果用這樣就詐騙多少億 不知道2.5還25億 一樣的道理只是這些名人們 對不對 他們看的是比較正派 我的幣可以用來社交 我的幣可以用來怎麼樣 幣可以用來社交啦 可以用來什麼跟人家 什麼什麼 社群軟體什麼什麼 反正就是 卡在那個裡面 好像很有應用一樣 但現在呢 對不對 買賣當然可以啦 對不對 但是怎麼樣 挖礦沒有人在挖了嘛 資料中心銷售低於預期 降財測 對不對 中國營收差 不就如此嗎 對不對 當然第2個台積電病毒事件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了 我不要跟你臭屁什麼 這個市場 就是比誰的消息早而已 以你們的水準 要追上我們的水準差太遠了 上下差6到7塊錢 我沒有看過台積電 我先跟大家講 過年之後 我可能會叫會員把台積電買回來 可能啦 Maybe 也可能不會 對不對 但是這一次說真的 今天新聞寫到的 台積電從 張爺爺走之後 羅斯松了 對不對 這一次其實晶圓上面的一個 這個牙齒是什麼 他們說 這個 晶圓做出來之後啊 發現到什麼 什麼什麼 因為化學品的關係 晶圓良力不佳 竟然有些公司 有些晶圓是 有些什麼 晶片是不能導電的 天啊 那到底呢 損失多少錢 我們不知道 不過可以跟上游來求償 好險 這上游好像 這上游好像不是 台灣的公司 台灣這一些 提供台積電上游的股票 什麼1773 什麼勝1 你看都沒跌啊 對不對 永光那類股票有沒有跌 也沒有啊 這些都是上游的嘛 這些都沒有跌 據說叫做陶氏化學 在美國叫陶氏化學 所以 沒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跌了1.8% 今天 其實股價跌的幅度 甚至還超過1.8% 就這樣子嘛 對不對 這我們都跟你提醒過了 你會避開這樣的風險 對不對 不是說報股就全部報股 也不是像我們剛剛提到那部分同業 利用不想報股過年 開始在砍股票 這個康油砍 這個 匯賺科砍 這個什麼 什麼什麼砍 汽油砍 什麼砍 對不對 那你們家的事情 好不好 那是你家的事情 對不對 再來 投資朋友 今天這個大新聞也是蠻大的 這個是 鴻海的傳奇分析師 他把鴻海寫成一本 海科全書 百頁報告 據說200頁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喊鴻海200元 被譽為鴻海的傳奇分析師的 這位叫什麼 張伯凱 傳出將不再負責追蹤鴻海 然後呢把這個 報告 包括鴻海跟大力光的研究 都移轉給駐港的科技分析師 這一個人不認識 對不對 然後呢 拜報告預期呢 鴻海在 手機的寒冬啊 可以繳出 持續繳出家機 去年第一季 一大堆 反正他就告訴你說 這報告貢獻者裡面呢 不過 他的這個報告 他是說鴻海是不錯的 不過報告他沒有再提到張伯凱 他意思這樣講 對不對 他說呢這個去年被譽為 外資界奧斯卡 的機構投資人 票選為 電子下游 硬體分析師第2名 張伯導體才前五 對不對 並青睞呢 麥格里團隊 更積極更新各類關鍵趨勢 跟新產業幹法 封張族 以撼動資金的 市場驅動者 其實麥格里去年有一個很準的一個報告 就是什麼 看6456 把GIS給 給砍得稀哩花啦的 還有看什麼 砍6488 對不對 大概都是在這個時候砍的 在這裡嘛 你家 在這邊出報告砍 GIS 這一天 8月31日我記得很清楚 大概這一天出了報告 8月31日全部人都知道了 同樣時間 他們還去砍什麼 他們還去砍環球晶 對不對環球晶也是被他們砍得稀哩花啦 不過我也跟大家講過 現在好像也沒有必要砍這些股票 因為呢 接下來 接下來什麼 要放大架了 對不對 再來一定炒高值利率 至少還有一個多月光景可以炒 所以我也提到 不管是國巨華新科 你說他最近能丟到哪裡去 我覺得我不這麼認為 對不對 因為他們夾的是去年 賺了大錢 有高值利率的機會 今年根本也不太需要花資本支出 因為 再花是打自己的臉而已 同事朋友 回到標題寫了 我春節會直播這節目 其中有一集 叫做那些年 對不對 Cover 鴻海的分析師們 簡單叫做那些年鴻海分析師們 包括我會提到的 包括楊應超 張柏綺 張凱瑋 張柏凱 等等等等 一大堆人 我告訴你 這很有趣 其實我本來今天要講這個 後來發現到這個東西我放進來的話 我講不完 我等春節時間再講 至於什麼時候播出 對不對 請你密切的注意 我們的Light 甚至呢怎麼樣 你自己怎麼樣 去把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 你要不要訂閱 對不對 最後一點點時間 同事朋友 我真的只有這一句話 因為我在看瑞玉 我在當初講的那個 看到最後一段講什麼 十年多頭的謬誤 最近我們可以發現到 其實我們同業大家就發現到很多地下頭骨 什麼叫地下頭骨 他們沒有頭骨牌 他們就靠著一張嘴 靠著Light 在那邊 Light 或Light 群組呢在那邊 在家殺進殺出 還騙了不少錢 但是呢我告訴你 過去的多頭 每個人都是股神啊 對不對 你以為股票放著一定回本 我講過這句話 請你想想五峰好了 投資朋友 五峰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我那時候一直聽到 有人一直在講 這個什麼 澎湖賭場的事情 結果到現在為止剩多少錢 投資朋友 五峰我印象很深刻啊 這好幾年了 這很多年了 澎湖要賭場 你回去看 還說什麼澎湖賭場 公投一定過什麼等等的 某某週刊一直在寫這東西啊 對不對 我不多講反正與我無關 好不好 這些是十年多頭的謬誤 對不對 我希望你不要重蹈覆測 對不對 最後再跟你預告一下 春節節目 我們會有這一集 到時候再跟大家報告 好不好 YouTube頻道 會計師之股是第一線 粉絲專業 一樣的一個名稱 Line群組呢 Good777 我希望投資朋友 趕快把握機會 按讚 訂閱或包括分享 我們的這個直播節目 春節的 其中一集 叫做那些年 鴻海的分析師們 對不對 這一集我個人認為是相當精彩 不過 不會只有這一集而已 春節應該至少有三到四次的一個直播節目 我怕你們春節無聊 好不好 我希望投資朋友真的把握這個機會 我們這個 所謂的回娘家這個專案 把握最後佈局良機 希望明天還有買一點 我很希望 好不好 而且明天買的股票 不可能明天就衝掉 你放心好了 雖然一個交易日 我們的回娘家專案 雖然在春節當中 我們依然在持續進行當中 我希望你在這個 豬年的時候 能夠跟著我們一起 賺大錢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希望大家下課 我們下課 加 武漢 不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